日本花花王子與生結仙 先前無預警宣布結婚消息 並對妻子的身份的保密 林發雖然大波 然而僅僅105天後就宣布離婚 原因是媒體路人 對夫妻倆的跟拍騷擾行為 讓兩人苦不堪言 最終為了照顧對方的幸福 而不得不做出這個決定 然與生結仙的前妻身份 所以又遭到起底是莫言麻玉子 日期女方也終於鬆口 向媒體證實了離婚消息 據日媒週刊文春報導 一名長年支持 莫言麻玉子的化妝品公司社長透露 女方被與生結仙的媽媽和姐姐 下達了禁止外出令 離婚時也被迫簽署封口同一書 不得向外人透露與生家的事情 因此痛斥與生結仙是在說謊 更認為對方的舉動非常不成熟 然而與生結仙在相關報導 釋出後的同一天 就透過社群發聲 直言從小到大有很多謊言 妄想或根本沒見過面的相關人士 說的話都成了報導 她強調會將自己所有的精力 都投入到滑冰中去 被視為是在反擊媒體的報導